这样的重伤即使在天神镜的强者也无法承受 就算不死也要极大程度的失去战力吧 夜晨的剑翼是走得极致毁灭的路子 威力全部凝聚在攻击之上 可余胜的枪翼却是腾转变化攻守平衡 因此双方的破坏力相差不大的情况下 承受更多伤害的自然就是夜晨了 这小子完了 可很快原本还是满脸阴狠得意的余胜 面容就凝固了 只见夜晨胸口的伤口竟是飞快地愈合起来 甚至余胜都能看到血洞之中一块肉团蠕动着 很快就恢复了 这究竟是何等恐怖的生命力啊 余胜看着夜晨的眼神彻底变了 正因为他是来自狱外和上界 才知道夜晨的天赋有多恐怖 拥有超乎想象的纯力量 有领悟毁灭神道 在斩恶镜便拥有匹敌天神镜舞者的实力 同时还有近乎不死的逆天生命力 这种逆天的羞武天赋 即使在狱外和上界 都是天才之中的天才啊 下一刻 余胜的眼神更加阴寒起来 夜晨的天赋越逆天 他就越要杀死夜晨 否则 若是夜晨将来飞升到自己所在的位面 他余胜还能有活路 夜晨的面色也是愈发凝重 再这样下去 天妖之体就要无法维持了 到时候 即便以他的生命力 频繁受到刚才那种伤害 也无法支撑太久的 也就在这时 煞剑之上响起了一道冰冷的女声 正是剑魂的声音 哼 不过是一名天神镜八层天 被压制到四层天的舞者 就让你如此狼狼 小子 作为我的主人 这样也太丢我的脸了 你真的不打算解开我的封印 若是让余胜听见这剑魂的话 可能下巴都要掉在地上了 夜晨这种天赋 还让这剑魂感到丢脸 可想而知 这剑魂的来头有多么恐怖 夜晨面带苦笑 若是真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他可能也只有解放剑魂的力量 堵一堵了 不过不是现在 就在夜晨准备再次出手的时候 剑魂又道 小子 接下来三剑 你一剑 攻向他的左手 一剑攻向他的面门 一剑攻向他的右腿 虽然夜晨不打算解开他的封印 但剑魂自然也不可能真的 让夜晨死在余胜手中的 先不说 再等到一个领悟毁灭神道 能够破解其封印的武者 需要多久 光是夜晨的性情 为人 都让这剑魂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光凭这一点 他就绝不能让夜晨死在自己面前 寄宿在煞剑之中的剑魂 美眸之中 隐隐浮现出一缕追忆之色 你难道 这小子和当年那个男人越来越像 不是吗 不过夜晨自然不知道这一切 但听到剑魂所言 他的目光却是一亮 他虽然不知道剑魂有什么打算 但他知道剑魂既然这么说 肯定不是无地放食 下一刻 剑魂呼啸 席卷八方 一道寒芒在虚空之中闪动 眨眼间便朝着余胜的左手落下 第一剑 余胜瞳孔微缩 夜晨这一剑的角度 引引让他感受到有点不舒服 不过他没有丝毫避让之意 手中长枪金光大放 龙魂闪动 余胜 不想放过任何一个对夜晨造成伤害的机会 就算夜晨的生命力再强大 也不是不死不灭的吧 余胜的眼光确实毒辣 频繁地对夜晨造成伤害 会缩短天妖肢体的持续时间 刹那间龙吟再起 那龙吟枪翼再次和夜晨的剑光纠缠在一起 将周围的虚空尽数泯灭 夜晨一咬牙 这无比锋锐的枪翼瞬间冻穿了他的肩头 几乎要将夜晨的整条手臂卸了下来 不过这一次 余胜持枪的一只手臂同样血光一闪 被夜晨斩出了一道伤口 夜晨健壮目光一宁 对自己的伤势没有丝毫在意 毫不犹豫地斩去第二剑 第二剑锁定余胜面门 余胜眼神一沉 这小子的攻击怎么越来越让他不舒服了 他长枪舞动 锋芒腾转 挡下了夜晨手中那柄裹挟俱力而来的漆黑长剑 虽然余胜乃是天神静的强者 上界和域外武道更不是灵武大陆可比 也就是说余胜的实力甚至远远超过灵武大陆的同阶存在 其肉身不可谓不强悍 但他毕竟不是夜晨 不可能完全不受伤势的影响 手臂上的剑伤让余胜的动作有一丝迟滞 这迟滞可能仅仅有千分之一秒吧 但就是这千分之一秒 对于余胜与夜晨这个层次的武道强者而言 很可能就会造成致命的影响 金铁骄明 剑枪相击 武道法则都要为之崩溃 两人头顶的天空化为了血色之色 狂风肆虐 无尽的岩浆火焰从地底涌出 将万里大地化为焦土 空间破碎 雷霆如雨而下 一道身影倒退树部 脸色微微颤抖 此人赫然正是余生 他不可思议的看着夜晨 这怎么可能 他分明能够感觉到 夜晨的破坏力没有丝毫提升 可这一剑竟是隐隐将自己压制了 虽然因为手臂的伤势造成了一点影响 可也不至于让自己从优势瞬间变成劣势吧 更让余生心中隐隐隐发寒的是 夜晨的攻击竟是让他感觉越来越不舒服了 就连夜晨自己都有些震撼了 怎么他一按照剑魂的指示出手 自己就能压制余生了 仅仅靠着三言两语就能逆转与天神镜舞者战斗的局势 夜晨的心中不由的咯噔了一下 这剑魂的来历恐怕比他想象之中的还要恐怖 他凝视着余生眼中寒芒暴闪 第三剑瞬间斩出 这次瞄准了余生的右腿 余生面对夜晨这一剑竟是不由的紧张了起来 剑光绷剑 龙魂咆哮 但这一次夜晨却是微微皱眉 他虽然没有受伤 但同样也没有占到便宜 难道自己想错了 前面那两剑的效果只是凑巧 余生则是松了一口气 若是夜晨再继续这样压制他 他可没有信心能够战胜夜晨 毁灭神道造成的伤害远比余生想象之中的恐怖 就在这时 煞剑之上再次传出剑魂的声音道 小子 你还没有发现吗 夜晨一愣道 发现什么 剑魂语气之中似乎带了一丝不满道 刚才那三剑对手武技之中的破绽 一镜上的漏洞 都已经展现无疑了吧 防守上的部族攻击法力之处等等 现在你还不知道要如何去战斗吗 夜晨闻言瞬间心神一震 双眼之中金光暴闪 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仿佛对战斗有了全新的认识 剑魂淡淡道 只要控制好战斗的节奏 你足以轻松将对方碾压 毁灭神道的力量超乎你的想象 夜晨点点头 满脸的兴奋之色 经过剑魂的提点 他的脑中涌现出了无数战斗的方式 强大神魂疯狂运转 推演着战斗可能发展的方向 以往夜晨战斗 要么是以绝强力量镇压 要么是凭借逆天生命力 以搏命方式强行突破 从来没有考虑过战斗上的节奏 夜晨眼中燃烧起无穷战意 剑魂所说的控制战斗节奏 很难做到 但却是一种战斗的至高境界 可以说这才是战斗的艺术 若是夜晨能够掌握 其实力无疑会再次暴涨 当然布局也是有极限的 若是根本无法突破对方的防御 那一切推演也都只是纸上谈兵罢了 为什么说毁灭神道 是超乎夜晨想象的强大 之所以说毁灭神道强大 就是因为毁灭神道是一个突破口 即使实力远高于夜晨的武者 也很难完全避免毁灭神道 造成的伤害 而每一次攻击都是环环相扣的 如同蝴蝶效应一般 一道不起眼的伤口 微乎其微的影响 在夜晨的控制下 却能够掀起毁灭的风暴 下一刻 夜晨身形一动 出现在余胜的身前 煞箭之上血光一闪 当头斩下 看起来竟是毫无章法 近乎疯狂一般 原本还有些紧张 提心吊胆的余胜 终于彻底放松了下来 嘴角的笑意欲发讥讽 冰冷 这小子终于承受不住压力 发疯了吗 看来刚才那两件 果然只是巧合而已 在他眼中失去理智的夜晨 除了死 没有第二个可能了 一枪出 宛若将时空都冻穿的一枪 轰隆一声巨响 天摇地动 这一枪 直接将夜晨的腹部击穿 但夜晨却仿佛对自己的伤势 不知不觉一般 手中长剑 已可不停地挥舞着 眨眼间 便是斩出了上百剑 每一剑都斩向不同的位置 他现在要做的是 手机情报 他的眼光还没有剑魂那么毒辣 仅凭三剑 就能洞悉余生的武道 但三剑不行 就三十剑 三百剑 仅仅是刹那剑 两人便交手了数百次 终于血盲与金光一闪 两道身影 一分而开 此时的夜晨浑身染血 剧烈喘息着 整个身体之上 遍布着无数的伤口 血洞 即使是施展了天妖肢体的状态 他的面色也逐渐趋于苍白 气息微微不稳了 来自狱外和上界的天神镜舞者 果然强大 承受了对方上百次攻击 即使是夜晨 也有些经受不住了 不过夜晨那苍白的面庞上 竟是没有丝毫的畏惧 腿缩之一 反而战意雄雄 找到了 以承受对方上百次攻击为代价 夜晨已经将余胜五道的方方面面 彻底看透了